各位同胞韭菜难民啊 上一集我这个讲了 欧洲杯预测 让我的信心啊大受打击啊 大受打击 这美国总统预测 我都预测都准了 当然美国总统他毕竟是两个人 他毕竟只有50% 50%吗 我说这欧洲杯 而且你想想法国这八强 黄就已经趴击跪了回家了 我跟你说这一截这截球 我给各位朋友们啊 不要赌 肯定败 你就算赌的话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我现在又最新预测 今年的 那个叫冠军了 大能门绝对 今年他妈的 今年这个这个什么假球啊 什么 杀猪盘太明显了 今年太明显了 这他妈的 直接给我紧带了 好了 现在我再来预测一个 印度 美国之音报道了 印度向中印边境 增兵5万 中国呼吁了印度降低紧张局势 当然了 美国之音他报道了这个呢 他也属于一面之词 或者是站在印度这一边了 因为印度是后真兵 中国是先真兵 因为中国在那个西藏 他从新疆调兵进入了西藏 而且在中印的边境进行了 盖铁路机场 还叫防炸机库 所以印度呢 他现在要 增兵5万 准备这个 就是进攻性防御嘛 当然我现在告诉你 我再次预测 告诉你结果 有人说会不会打 百分之百不可能 尤其若然说什么 印度跟中国打 中国跟印度打 百分之百不可能 你知道西藏 喜马拉雅山是什么地方 你打个屁 你天天 都跟你缺氧 有人说 人家那别人 好多印度什么山地 人家就在山上天天呆 你扯淡案 你就是个人类 哪怕就是西藏人 人家基因就已经改了 就那样 叫他跑 他都不行 缺氧 你知道吧 他那个氧气 大概只有平面 一半吧 还什么 你还跑 心脏你都受不了 各个器官你都不行 你没有卖氧气 你还玩个屁啊 再加上士兵 全副武装士兵 你还听呢 包括好多人说什么空降 你空降个毛 那喜马拉雅山这么高 你空降啥 你天天 真的是有病 病得不勤 你再整个什么后勤 不管是对于中国军队 还是对于印度军队 后勤都是什么 非常 非常欠缺了吧 说了目前中印边境 印度兵力已经增加了20万人 比去年征兵约40% 去年6月15日 加勒万河谷爆发冲突 好的 然后呢 印度呢 他就开始呢 寻求跟巴基斯坦握手言和 同时把精力呢 对付北京 这个印度军方过去这个边 中印边境策略是防堵中方的行动 敖心的军队部署 将让印度指挥官有更多的选择 必要时可以攻击和夺取中国领土 这一做法被称为进攻性防守 这包括轻便的步兵和更多的直升机 当然印度的军队主要都是进口 几乎全部啊 武器啊 他的武器几乎全部都是需要进口的 从配件到他的整个整装 他基本是万国牌 所以印度军队他的 从专业 从那个专业的机械的这个角度啊 我就跟大家讲 他的可持续作战能力 战争潜力 并不大 因为你这些东西 你自己国家不能造 你维修你许多都不行 以便搭载步兵 以及美国造了M777流弹炮 从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 他是直升机 战斗机 什么流弹炮 这个炮那个炮 运输机 万国牌 他买法国的 俄罗斯的 美国的 那子弹弹药都不通 你真的打起来 印度 有人说那印度现在强了 然后要能把共军全部给暖 我告诉你 我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出发 印度军队 所以根本就无法 他在喜马拉雅山进行战争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但是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他要做一些样子嘛 他也摸清了这个中国军队 就共产党的命门 因为共产党今年不是要百年大清嘛 对不对 我就给你上个炎药 他共产党会不会去干他 不会 共产党也不希望 因为共产党 因为中国的主要的目标是台海方向跟南海 他主要的 就是现在主要往南海走了 现在 但是他的军队的主要国土防防御吧 军事方向是台湾台湾台海方向 北方跟西北跟西南都已经不是 因为冷战时代是北方 是为了防御苏联 东南沿海赤支嘛 现在是主要在东南沿海 就是中国军队他的军事战略吧 那你说那会不会在印度打 不可能 印度也吃不消 中国军队也吃不消 因为那边地形的话太复杂了 你这个补给是个大问题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地图 他说呢 目前不知中国在中印边境兵力不处 但是印度发现 解放军最近从新疆调兵进入西藏 西藏沿着中印边界 加建机场宝道 防炸机库和新的机场 北京在过去几个月 还增加了远程大炮 坦克火箭团 和双引擎战机 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是客观真实的世界 而不是说像有的人说 哎呀 嘲笑共军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他怎么把国民党干到台湾去了 他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你真以为他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什么战斗力都没有 老奖早就返攻大陆了 美国早就把 把那个朝鲜办到解放了 越南产生 越南也不会是共产越南的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个傻逼 你啥事情都没怎么明白 你要看清敌人 敌人是坏 他不蠢 你知道吧 你要搞清楚敌人是什么个状态 当然这些媒体的纯粹是瞎爆 什么故意吸引流量 什么任何误判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 我告诉你就不可能不会有战斗 我预测未来三年以来没有战斗 七八年以后我就不算了 未来三年 我用我用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看 中印边境这个地图 等一下 它的叫做 领土争端 这个叫 印度叫做 什么什么巴鲁邦 这是中国称为藏男 这是被印度控制 这是东线 中线也有几块地方 但是比较少 就在什么 比较少啊 主要的西线 东线跟西线 西线是什么呢 中国占据了 这个叫阿克赛新 这个地方印度说是我的 但中国占据 中国说纳达克 这边是个纳达克嘛 中国说呢 好像纳达克是他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被印度占据 中国占据阿克赛新 这边有一条国道 叫做G119 219国道 穿过了阿克赛新 我跟大家看一下地形图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印度的地理呢 它处于一种 劣势 许多军事分析说 印度的地理处于一种优势 什么 唇集把扯了 唇你骂傻逼 就像中国对俄罗斯的呢 俄罗斯是在北方 对不对 俄罗斯中心是在欧洲方向 中国的中心是什么 在北京 印度呢 这个以前的苏联啊 就是说蒙古是苏联的什么 卫星国相当于 你想一想 你这北方整个边界 人家他妈的 基本在你家家门口了 对不对 人家的政治中心在莫斯科了 你跟我说你 中国跟苏联 它的地理位置 哪个是烈士啊 中国的地理位置嘛 反过来 印度跟中国呢 印度他妈的这个新的首都 新特里包括 他的人口密集区全部在青藏高原三下 他离这个边境线很近了 而中国的北京跟那个发达地区 是在东南方向 远离这个战区 明白 你说哪个是有地理位置 你跟我讲地理优势 你把他妈瞎鸡巴黑 我跟你讲 对对这个 对这客观的世界毛都不懂 如果印度他知道自己有这胜算 找他妈打了 你明白吧 1962年打过 印度一直是窝心长胆 准备报仇 如果他真的准备打的话 找他妈打了 你懂不懂 明白 为什么1990年还签一个协定说 边境不能带枪 不能开枪 去年那个615那个加拉万核武 那个是拿什么冷兵异时代 拿个他妈铁棍 拿个棒锤 拿个什么能牙棒 而且主要的人还不是被打死的 是被冻死的 因为这些这个青藏高原 就整个喜马拉雅山 这他妈晚上能零下二三十度 乌七八黑的 没有路 那妈的冻死 你要是一下子摔到山沟里面 你都找不到人 对不对 恶都恶死你 好 那印度我跟大家讲 印度他处于什么 他从战略位置上 他处于一种劣势 所以印度他有强烈的国家的危机感 因为你如果是个印度人 你从一个你的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出发 你会发现你的北方是一个强大的邻居 你的北方 而且你的北方这个这个 他的军队居高零下 他这 喜马拉雅山很高了 这海拔 你会认为你的邻居在北方居高零下 那么拿着枪描住你了 你是你看 印度这整个是北方就是平原 整个全是平原 他人也很多了 非常多 而且印度跟巴基斯坦基本也处于战争战争关系 经常开炮 当然了 孟加拉什么缅甸 那对印度已经不构成任何威胁了 你你从他的这个战略这个态势上来看 印度人民很很急啊 我跟你讲 印度他的国土面积跟中国比还是比较小了 有了那中国的国他就没有什么国家威胁 说哪个国家要把中国给给那个侵略了 给打了给什么军队开进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了 你别别就是想都不用想 美国你就想一想 能够他妈开进北京打进北京的 全世界就美国 只有美国了 美国会吗 不可能的 那你说他 他的国土本质的共产党控制的中国 他从传统战争 就是军事战争这个领域出发 他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台湾会反攻吗 不可能反攻的 对不对 越南会打过来吗 不可能打的 俄罗斯会干过来吗 北边也不可能 俄罗斯现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钱 我打你干嘛 没办法 俄罗斯希望一个中国是一个什么 稳定的 同时他也是一个经济富裕的 这么一个国家 俄罗斯并不希望中国分崩灵溪 彻底弱小下去 那还有美国在前面顶着呢 因为俄罗斯一想中国你在前面顶一下俄罗斯 对不对 顶一下美国 就是俄罗斯是这么想的 中国你在前面顶一下美国 那中国怎么想的 中国也想俄罗斯你在前面顶一下美国 明白了 给我分点一点压力 你玩的对我们有好处 国际大事都已经给你搞明白了 那印度呢 那印度跟中国关系紧张 为了什么 你纯你妈扯淡 有的时候那要把西藏给干了 那要把云南给干了 纯你妈扯淡 印度对中国的紧张的态势 他要把这个 把他给炒热了 向美国站队 明白吧 我我就是说 我跟你因为美国跟中国关系变差了 变差了 印度一想 我有机会上位了 好了 那美国大哥 你的那些工厂全部到我这开吧 我现在准备跟中国关系搞 搞搞僵了 就这样 他也知道中国军队会不会直接开过去 把印度给占了 纯那么扯淡 根本不可能 你要到破离文干嘛 想都不用想 基本上就这样 各怀鬼胎 各怀鬼胎 所以想打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打个毛 那印度军队直接往西藏上登登登 爬到山上 他可能都迷路了 你知道吧 那他妈那是清藏高原 你不要说让印度登了 你让美军 直接在西藏进行军事作战 那他妈有多高啊 你想想 那缺氧 你是个人 有人说那就都不行 你是西藏人都不行 我跟你讲 你别说你是平原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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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是平原上的人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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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